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哈人同学制作的视频 这讲是银帮团为单元理论的第19讲 这讲里我们要介绍压缩银帮团代言 它的英文缩写是SFM 我是张浩然,我的邮箱是哈人同学 at 163.com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交流 接下来放映一下PPT进入我们这讲的内容 首先还是介绍一下再讲的相关配品 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7 配的方案是Home Basic 屏幕的分辨率是1366像素乘以768像素 再讲用的软件只有一个 就是PunkPunk20用于幻东圈演示 本系列视频和PCT里面的部分内容来对我的别论文 大家如果需要引用PCT里面的内容的话 可以直接引用我的毕业论文就行 参考下面的格式来书写引用 接着我们介绍一点 以本讲相关的早期内容 在荧光塘微单元理论 刘安林这一家里面 介绍了荧光塘微单元FM 它的概念 左边的这个长方体所示 它里面的浓度为C 第一能堂为B1 第二能堂为B2 第三能堂为B3 对于这样一个荧光塘微单元 它里面就是荧光团是均匀分布的 在这样一个长方体空间里面 那么它的单位补货 CPF和单位引用FPF 就可以用下面的两个公式来表示 左边的这两个公式 一个是CPF等于CPFmax 乘以G1.1BEC 单位引用FPF 就等于FPFmax乘以G1.1BEC 再乘以G1.2BEC 这样一个公式 其实接着在荧光塘微单元里面 里面18这一天 我们介绍了一种演化行为 称为压缩 Stacking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将我们左边的 这个原始的一个荧光塘微单元 让它对它进行起压缩 从而使它里面的浓度上升 压缩倍数呢 我们就计为N 压缩之后呢 这样它里边的浓度 变为N的三次方式 三条棱场呢 分别变为原来的N1B1 三个维度等倍数 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成为Stacking 压缩 发生Stacking 前后呢 这两个前后这两个结构呢 都是荧光塘微单元 都是一群均匀的 一群荧光塘均匀的分布在一个长方体的空间中 Stacking前后呢 这两个结构里面 荧光塘数目都是相同的 左边呢是C乘以B1B2B3 就是C乘以体积 右边呢是N的三次方式乘以C 再乘以MNB1乘以MNB2乘以MNB3 消去N之后呢 也是C乘以B1B2B3 所以所有两个结构的 荧光塘数量都是相同的 但是左右两个结构呢 它们的 微单元的体积V 左边的体积跟右边的体积V 是不一样的 左边跟右边的浓度呢 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左边是C 右边是N的三次方式C 对于右边的这样一个荧光塘数单元呢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 它里面的单位补过 CPF和单位荧光FPF 也就是将它的一些参数 带入到原公式里面 就可以得到它的公式 它的公式里面呢 我们观察一下它里面的特征 它是CPF里面的G函数 多了一个平方 FPF里面的两个G函数 也各自多了一个平方 这两个公式呢 我们这一样会平常的用了 这一讲 就是这两个公式的证明呢 是在科研 就是荧光团为单元理论 018这一讲里 我们已经有证明了 接下来 就是我们本讲呢 要介绍一个新的结构 如这个式图所示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长方体里边 包含了一个这样的虚线的 一个小的长方体 这个小的长方体里边 分布有荧光团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结构呢 它称为Stacked核 for Microw значит 缩写的就是SFm 中文 就是压缩 heavily 再讲内容,在我们荧光残位单元理论中的定位,它是定位成一个三级结构 比荧光残位单元还高一级,里面结构稍微复杂一点 里面有两种浓度 这样一个结构也是有单位补过和单位影光的 公式跟我们上一段幻动片介绍的公式非常相似 G函数的括号里面都带着N平方 为了标识这个单位补过和单位专属于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下标,加了一个下标s 表示stacked,后面我们会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研究一下这样一个stacked flow of micro-unitern 它是一个怎样的结构 它呢就是sfm缩写为sfm,压缩螢光残位单元 它有两种构件方式,我们这里先用第一种构件方式来介绍一下它的定义 sfm,压缩螢光残位单元,它的定义呢就是一个螢光残位单元fm 指的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虚线的这个螢光残位单元fm 它里面都是N的三方成C 三个能够传的是1处元,B2处元,B3处元,B2处元,B3处元 就是这里指的是这样一个一个螢光残位单元fm 然后附加上一些与它连近的不含螢光残的空白空间 指的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空白空间 这样就是一个fm加上一些空白空间 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结构,称为压缩螢光残位单元 我们右边镇上图所示的这个大的这个敞望体 就是一个压缩螢光残位单元 它是一种最简单的压缩螢光残位单元 它里面呢就是包含两种螢光残位单元 或者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称为螢光残的实际分布空间 它里面的螢光残位单元是understand光残位置 就如图中的虚线所示的这样一个敞望体空间里面 在这个虚线敞望体外边 同时在这个大的这个实现敞望体内部 这样一部分空间呢 是里面是没有螢光残的 我们称为空白空间 blank space 它里面的螢光残溶度呢 浓度为0 所以呢这样一个结构里面呢 它就包含了原路螢光残溶度 它是一个非均匀的一个结构 或者说它是一个混杂结构 我们英文单次呢用hypergenus这个词来表示 这个敞望体它就是一个hypergenous tuboid 混杂的一个敞望体 嗯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讲构建这样一个结构的一个目的 构建sfm的目的 sfm是我们下一张要介绍的psfm的一个基础 从我看一看 我们看一下上一张翻动圈 嗯 我们这一讲内容是这样一个3G结构 它是SFM 下一讲我们要构建一个PSFM 这样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结构 而我们这一讲的SFM 它是这个PSFM的一个基础重复单元 相当于把多个这样的SFM 通过Breaking去的一个PSFM 下一讲我们会更前一介绍 这一讲我们就专门锁定 这个SFM它的一些结构和特征 特性我们来介绍 好的 这是我们通过第一种构建方式 来介绍了一下SFM的定义 第一种构建方式 就是通过一个荧光团团单元 往它上面附加空白空间 从而构建一个压缩荧光残位单元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第二种构建方式 如正常环特梅尔所示 第二种构建方式呢 就是跟我们上一讲介绍的stating是紧密相关的 它的构建方式让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呢是一个荧光残位单元 它里边的浓度为C 三条的两层也为B1,B2,B3 将它经过一部stating之后 就是经过压缩之后呢 还会变成右土的一个虚线的一个荧光残位单元 同时呢我们让 就是在它外面再附加一段空间 让它保持跟原有的这个荧光残位单元 体积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样一个 加完一些空间空间之后的体积呢 刚好是B1,B2,B3 跟左边是相同的 只不过它里边的荧光残实际分布空间 这里边呢 三个冷场呢 分别是MgB,MgB2,MgB3 这三条冷场 浓度呢也相应的变化 因为这里面 压缩stating的一个演化过程呢 要保持荧光残数目不变 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构建了一个 也是可以构建一个压缩荧荧光残位单元 SFM如右图所示 如果是 一个荧光残位单元FM 跟一个压缩荧荧光残 SFM 它们中间的这些参数关系上 满足我们图中所示的这种 就是左边的浓度尾次 右边面位N的三双成一起 这样一个压缩座位数 同时 右边的三个冷场 跟左边也都相同 B1B2B3都相同 同时呢 这个实际分布空间的三个冷场 那刚好也都是原有冷场 除以这个压缩座位数N 如果他们 左边的FM跟右边的SFM 满足这样的约处条件的话 那么左边这个FM呢 就可以称为右边SFM的一个原始FM 就是它原始MFM 原始FM我们经过stacking可以形成一个SFM 对应这个压缩座位数N的一个SFM 好的 这是第二种构件方式 通过一部stacking就可以比较直观的构建 这样一个公式 这样一个新的结构 接下来我们再看 比较一下这两种结构 它的单位补货 单位荧光有什么不同 左边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荧光座位单元 它的公式呢 我们在荧光座位单元理论 010那一讲理已经证明过 它就是分别是CPF等的CPFmax 乘一个基函数 LPS等于LTFmax乘两个基函数 而右边这个结构呢 我们在荧光座位单元理论 018这一讲也证明过 就是上一讲也证明过 它里边呢 各自带着一个N平方 周围的这些空白空间呢 不影响这个荧光座 实际分布空间 这个FM里面的荧光行为 所以呢 它的公式可以如这两个公式所持 我们来比较这几个公式 来找到一些关于这个SFM的一些特性 第一个特性呢 就是压缩荧光座位单元 它的CPFs和这个FPFS 这里这个下标s呢 表示stack的 就是加的下标 那表示它专属于这样一个结构 第一个特性就是 这CPFs和这个FPFS 就是均小于左边的这个CPF跟FPF 也就是说 这个压缩荧光座位单元 它的单位不过和单位不过呢 均小于它的原始FM 左边的大于右边的 左边的CPF大于右边的CPF 就是低调特性 它的证明呢 也非常简单 因为这里压缩倍数N 我们是大以1的 所以N大于是N平方座 EBEC 大于这个EBEC 同样的这个EBEC EBEC也是相同的一个大语大语关系 由于G函数是减函数 所以后边的G括号这一块 是小于前面的一个G EBEC 同样的这个G括号N平方2 EBEC也是小于G EBEC 所以呢 右边这个CPF5S和FPFS 所以这个特性1的一个证明 特性1的一个证明 口述的一个证明 接下来第二个特性呢 就跟那个Yazoo倍数N比较相关 Yazoo倍数N越大 则右边这个结构 就是SFM 它的单位不过CPFS和FPFS 因为这里N越大的话 右边相当于G函数的 那个次变量 还是G越大 所以G函数就会变得越小 N越大则后面变小的越多 比于左边这个CPF和原始FM的 CPF和FPFS偏离的越远 就是两条特性 可以证明的两条特性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找到 找到SFM的第三条特性 它就是指的是 这个实际分布空间的相对位置 相关的一个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最右边这个实义图 跟我们前面这个实义图是一样的 它是将这个 融合团实际分布空间 画在这样一个大的场上体 大的SFM里面 对于左下前脚这样一个位置 这里我们姑且称它为轻轻舞 其实它有我们这个 融合团实际分布空间的位置 可以在这个大的场方体里面的任意一个位置 比如我们左边几个形象 比如说它可以分布在稍微靠左上角的一个位置 稍微靠右上角的一个位置 稍微靠右下角的一个位置 甚至可以在中间 这个大的场方体的中间的任意一个位置 这几个几种情形呢 我们都可以证明它的 这里边的单位捕获和单位融光都是满足这样一个公式的 就是里面大约N平方的这样一个公式 括号里面大约N平方的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跟前面几个公式都是相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周围的空白空间不影响 不影响我们融光团实际分布空间里边的光的吸收行为和融光行为 所以它们都是虚线表示的这个FM里边的单位捕获和单位融光呢 都是满足这个公式的 这就是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我们来描述一下 它就是融光团实际分布空间的箱的位置 不影响SFM的单位捕获CPFS和单位融光LTFS 这更严谨更详细的证明呢 是需要建立capital那个量 就是总捕获量和detection那个量 就是融光总接收量 用这两个量来证明更为严谨一些 我们这里直接公式 就是用一个比较快捷的一种证明 就是直接把它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FM周围的空间 对它的融光特性和光不过特性没有影响 所以直接可以交用这两个公式 第三条特性呢 就是对我们后边的一些构建结构非常有用 根据这个特性呢 我们就可以引入动态SFM的一个概念 动态SFM是跟静态SFM是对立而言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融光档实际分布空间 如果我们这里这个实际图所示 这个虚线所示的这个融光档实际分布空间 它在这个大的SFM里面 大的这个场方体里面的相应的位置是固定的 比如说在这个图中是把它放到了 这个左下前脚这样一个位置 它如果是固定在这个位置不变 那么这个SFM呢 大的这个B1B2B3这个场方体呢 就可以成为这个结构 就可以成为静态SFM 但是如果它这个融光档实际分布空间 就是它这个位置呢 在这个大的B1B2B3这个场方体里面 就是或者说在这个SFM里面的位置 是随机的 是随机变化的 随机变化的 然后就是不确定的一个位置 就是不确定的位置 那么这个SFM呢 就可以成为一个动态SFM 静态SFM和动态SFM 它们之间的联系呢 可以用下面两个话题来理解 静态SFM相当于动态SFM的一个快道 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 这样一个融光档实际分布空间在这里边 随机的变化 然后用一个摄像机拍一下 拍一个快道 就是它可以拍出一个静态 在某个位置随机变化的那一个快道 那么这个快道呢 就可以当成一个静态SFM 或者说这个静态SFM SFM呢 可以当作是动态SFM的一个顺势状态 可以这样来理解 而动态SFM相当于 所有所有随机位置 就是这个虚线场合体 在这个实现场合体里边 所有随机位置的静态SFM 你这个等概率方式存在 就是说它在期限这个实际分布空间 在这个大的SFM里边的位置是等概率的 就是随机随机概率 每个位置的概率 出现的概率都相等 这个等概率方式存在 并且在各个位置 或者说各个状态之间快速切换 这样子所有的这样的静态SFM 所构成的一核 就成为一个动态SFM 简单来说 动态SFM相当于 就是这个位置不固定 在这里不固定 然后这一 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它的过程 不确定的动态位置 保持一个动态的位置的 一个压缩营过程为单元 静态SFM它里边的单位不固 和单位影光 我们前面可以直接用前面的公式 而动态SFM呢 由于它 就是它的每一个 每一个状态 就是每个状态可以当 每一个顺时状态可以当成一个静态SFM 每个状态的 单位不固和单位影光 都是满足这两个公式 所以动态SFM的 单位不固和单位影光 也可以用下面这两个公式来表示 这里这一讲我们介绍的 动态SFM 它主要是指 这个包含一个随机位置 就是说这个 螢光团团实际分布空间 在这个SFM里边的相似位置 它是随机化的 而这个随机呢 就是动态 动态 就是在螢光团团团里 它有 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随机位置 另一个呢 就是随机方向 比如这个取向 你可以对它进行旋转 那样一个随机方向 我们这里介绍的这两个公式 它是里边 就是只包含随机位置 未包含随机方向 因为引入随机方向之后呢 它的计算量会变得非常大 反正这里我们暂时 先从简单的入手 没有介绍随机方向 后面有需要我们再深入进行研究 这里是介绍了静态SFM 和一个包含随机位置的动态SFM的两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跟SFM相关的一个概念 就是称为表观属性 像我们这里右边这个视频图所示的这个SFM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混杂的一个结构 它呢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表观的指标来对它进行表证 左边呢是左边是右边这个SFM的一个原始FM 我们来先试着列出一些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属性吧 相关的属性 左边这个FM它的体积呢是 它的体积是B1乘以B2B3 也就是三角冷场的乘积 右边这个SFM呢 它的体积呢也是三角冷场 B1B2B3的乘积 左边这个FM原始FM 它的营光酸数目呢 我们积为M 右边这个压缩营光酸为了SFM 它的营光酸数目呢 因为是经过压缩这个过程 所以它的营光酸数量呢也是M 跟左边是相同的 左边这个营光酸为单元呢 它里边它的浓度呢 是都是均匀的 在这个整个藏浪的空间里面都是均匀的 它的这个浓度呢 SFM等于营光酸数量除以由这个所分布的体积 就是M除以B1B2 M除以QRB2B3 相当于M除以体积位 而同样同样我们如果用同样的算法呢 也可以算出右边右边这样一个结构 它的一个指标就是M除以B2B3 这样一个指标 相同的这样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呢 我们称为它的表观种度 用CP来表示 这个P下标P呢 表示表观 Apparent表示表观的意思 为什么它为什么要称为表观种度呢 因为它这样一个混搭结构 一个Header-Denis这样一个结构里面呢 它是包含多种浓度的 而这里这个CP呢 它是指算出一个相当于用一个整体的指标 整体的M除上一个整体的V 然后算出了一个就是似乎是这样一个表 就是表观上的一个浓度 而它的局部浓度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螢光团实际分布空间里边的局部浓度 它是按照三个完成级地 而在外边的空彩空间 就是在这个大的长方体里边的 而在这个不在这个实际分布空间里边 实际分布空间之外的 上写在这个大长方体里边的这一棵空彩空间 它里边的螢光团重度为例 所以它里面包含两种浓度 这里这个表观种呢 只有一个 就是用整体用整体指标算出来的一个表观 表观上的一个浓度 除了表观浓度之外呢 还有许多表观属性 就是称为apparent attribute 表观属性呢 我们后边会逐步介绍更多 它还包括表观消光系数 就是比如对这个激发光的一个表观的一个消光系数 因为它激发光又穿过这一部分是一个消光系数 这个穿过空白部分的时候呢 它是相当于两种穿过是有区别的 这时候我们对这种两种穿过求一个就是整体上一个表观的一种 就是它那个吸收状 表观上对这个激发光的一个吸收状态呢 我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家的主要支点 这一家里我们就引入了一个新的结构 就是如我们右边这张示意图所示 它称为压缩引光档的单元 英文呢是stated flow for micro unit 或者缩写为sfm 它里边呢 有两部分的组成 一部分呢 是 呃 引光的实际分布空间 另一部分呢 是空白空间 这里呢 我们呃 介绍的这种情形呢 都是 与 它的左面呢 都是以这个激发光方向追止 下面呢 都是直接面对 呃 引光档 引光演技 而它里边的 里边的引光的实际分布空间呢 也是面 也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sfm 它的单位不过和单位引光呢 可以用cpfs和sfs分配来表示 它的公式里边呢 就像 如我们这两个公式所表示 它的公式的里边的G函数扩号里边呢 就要带上n平方 n那是压缩倍数 这样一个sfm 它的单位不过和单位引光呢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sfm 它的单位不过和单位引光 小于 小于它的原始fm的相应的cpf和ftf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里边压缩倍数n越大 它会把这个 实际分布空间压缩的越小 就压缩倍数n越大的话 它里边的cpf和ftf会变得越小 也就是说压缩倍数n越大 这个sfm的平均的光不过行为和平均的用光行为 都会变得越缺陷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实际 平均的实际分布空间 在这个sfm里面的相对位置 不影响它的单位不过 和单位引光 接着我们还对sfm进行的区分 把它分为静态sfm和动态sfm 动态sfm里面呢 我们这两个主要是指它里边包含随机位置 也就是这个 银光弹实际分布空间 在这个大的长方体里边的位置 可以是随机化的 在各个位置的概率是相等的 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结构 最后我们还介绍了一个表观浓度的一个概念 它的英文呢 是要parn的整体系列 它是用整体的银光弹总数目 然后除以整体的一个体积 来算出了一个表观的一个浓度 好的 我们这一讲内容就主要到这里了 视频的结尾呢 还是放上我的作品链接 大家如果想下载 银光弹为单元理论的视频 或pvp的话 可以到我的百个网盘来下载 想念这一个链接 niprngizg 简单是tambike.com 大家如果想购买科研 斯部机构盘 来学习一些科研实用的电脑技巧的话 可以到我的淘宝监布 网网 扫码或者搜索电路号 6610-6869 也可以到关注我的济浪微博 ID是前途扫地生 或者直接到我的优惠空间 优惠空间来观看视频 欢迎大家把视频推荐给更多有需要的图片 我是张华人 我是张华人同学 ID163的康 谢谢大家